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張孟輔 每日一字,這個獸 接獸的獸 接獸的獸呢,這楷書呢,我們看上面是一個爪 這一撇,三點 一個蓋子,一個釉 一般而言,這結構大概就是要有這個 只要有寶蓋,大概都拉得比較寬 然後這個釉,這裡有撇一個鈉 在這裡也是,蠻大的 但是呢,不要超過這個範圍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說這是楷書 那稍微帶一點行書呢 大部分都不是這樣撇,是寫一個橫畫過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是用一個橫畫 絕大部分看到的,大概都這麼的寫 然後呢,也常常伴隨著寫一個帳 要留意,不是寫右,是寫帳 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張孟輔呢,他寫的更流暢一點 這三點連貫,然後這帳這裡帶筆過來 我們來看他的 最後呢,這根納,他寫成一個長點 這樣勾過去 好,這個連貫的三個點 行 文化,帶過來,輕重 連續動作 勾回來,這是張孟輔這個寫法 我們再來看 介紹 還有,常常 上面這個爪 不是在這裡而已 常常會,文化之後先寫書畫 所以也留意一下 你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書寫狀態 好,這個要留意 好,這個也經常看得到 好,這個都算是行書而已 那麼說,如果適到草書呢 好,會做很大的省略 最重要的省略是 中間這三點變成一個點 然後這代筆過來,這一個不要了 直接,簡單一點 然後底下呢,當然比較簡單的就是寫個右 我們來看一下,是長這個樣子 好,寫一個右 這個是這樣子,這個瘦字 那當然,有的呢 類似寫草書這裡,類似寫一個帳 就是說,它翻上去 這裡有翻上去 我們再來看一下 點呢,未必要點 可以輕輕的,然後有一個斜度 這可以翻上去 像這樣的感覺也有 大概這幾種變化 對啊 可以 谢谢观看